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百公斤的海洋废弃物 显示这个小丑于出生地的海洋环境让人忧心 其实蛮多宝特瓶有 然后其实印象很深是我们有一区全部都是玻璃瓶 那那个就是重到拿不起来 对就还好有教练就是有潜水长这边一起帮忙把它带上来 对就是非常的重 像在岸上平常就觉得只有一些海漂物 但是下去其实那个垃圾量是有点让我惊讶到 就是说不知道说深海里面还夹杂着一些废弃物 那其实最主要是怕一些鱼虾它去啃食 那造成一个食物链的改变 跟前友一起下海的北关处基隆站主任卢帆彭回忆 在清理过程中还因为一条超重千条插舔敷不上来 下去有捡到一条千条 它大概有快十公斤重 那放在垃圾袋里面 其实我们那时候上浅有点辛苦 因为整个重量太重了 那就是拼命的把自己的BV灌气才冲得上来 要不然基本上我可能也会被人为被捡的对象 北关处方面表示这些废弃物就像海洋癌细胞一样 已经扩散到全世界 只能靠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一次性的用品 同时不乱丢垃圾才能逐步改善 这项海洋保育署的在地守护计划 在和平岛海域未来还有七场近海活动 欢迎民众上网报名 用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海洋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